-1,2,3,5 -1,2,3,5 -1,2,3,5 -3,5,5,5 -3,5,5,6,7,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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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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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2,3,5,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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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星来今天邀请了40来宾宾来谈他们在工作上遇到了奇特的灵异精英的事情 我們來歡迎他們 這是什麼嗎 喔 鬼 鬼 誰啊 誰啊 開場就玩 這四位 我想是應該五位 要不要重錄一遍 開場就玩 老鬼 老鬼 不是 五馬 好不好 五馬 欸 趙哥好愛生氣喔 怎樣都好生氣 而且你不是鬼見仇嗎 你怎麼會有鬼故事 以前對這個沒那麼敏感 最近我這兩三年身體 對 好像有接觸這樣的東西的 靈異重體質以後 阿拉米老師不要嚇人 你也會怕 也會怕音效 就會 就會對這樣的東西 比較容易接觸 尤其是神明 神明跟鬼接觸的 讓我身體的那個感受 是完全不一樣 神明比較舒服嗎 對 全身雞皮疙瘩 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你說神明有接觸過你 不要說我到廟裡面拜啦 很多大的廟啊 比較旺的廟 他在我們台灣話叫廟的那個 大院的時候 你還沒進去站在那邊的時候 整個感應就上來了 因為神明以為你是鬼殺手嗎 不是嘛 他一直下來的時候咻咻 不是 不是 我也有遇過那種很大的廟 我進去拜的時候神明都不在 他可能是中午去放飯還是去辦事 他們看完你去拜他們就走掉了 不是 不是有的時候他不在 有的時候不在 有的時候會拜了一半的時候 突然感應到神明過來 所以你可以感覺出來神明在或不在喔 我講一個 臨時加了一個進來好了 臨口三太子 很多我們藝人都會去那邊 每次喔 我連續去了四次喔 每次我去剛開始拜都沒事 每次叫號 他是那個當機要開始 要算我之前的一號 我就整個身體就開始很舒服 就神明他已經 靠過來 我知道他又開始要知道我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趙哥的事情怎麼能夠被神明知道呢 神明知道也害羞吧 神明知道也害羞吧 觀音都一直很紅 神明知道也害羞 哇 刺激 好 首先呢 就要請專家來看一下這五位的外型 能不能夠判斷出來 他們在工作上會遇到這種事情嗎 你注意一下專家啊 他的唇色是搭配他的衣服嗎 真的耶 維銘兄你為什麼擦紫色唇膏啊 我沒有 抽菸抽的胸都來了 維銘兄沒有人長得像是會遇鬼的樣子吧 沒有 沒有人長得像會遇鬼 可是怎麼可能會有一個人 會不斷地遇到鬼 很多啊 那請問你是陰陽眼嗎 我不是 那你是不是厚到 不是 沒有辦法 什麼問題啊 這我可以否認嗎 那你還想什麼想啊 你還想一年 我會想說怎麼會有這種問題啊 我替趙哥講一下好不好 其實你在那個時候 你會得到一種救贖的感覺 如 聖節 如木春風 你是會想哭嗎 當時 不會耶 就是知道一種舒服 那種舒服是 與生俱來從來沒有的 趙哥最近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你最近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沒有 你都沒有被電影感動過嗎 喔 有 有 有一部 很老一部電影叫做什麼 漫步在雲端啦 好啦 算了我們沒問題 你還要講一部 他要講一部 他要講一部 我吵 他這次要整他起來好容易 聖明 你可以接聽他 他很清爽 他這個 好 所以今天呢 五位帶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 當中有一些我們覺得很爛 然後聽起來也沒有什麼說服力 像我覺得今天最爛的故事 應該是林祺薇的故事 我覺得是高山峰 真的嗎 高山峰的好爛喔 林祺薇有一個好爛的故事喔 沒有 我的都是真實世界 林祺薇有一個說 他跟他的小侄兒在玩 然後 我真的要先講啊 我要先講 因為很爛啊 不是 那你講完就變得我最爛的 還是你Hold住好不好 你討厭的 你討厭高山峰哪一個故事 高山峰有一個故事是 他在飯店看到一個獅子的內褲 他根本就跟人家一夜情就忘記了 等一下 那個失掉的內褲是難用的 那還是一夜情忘記了嗎 那可能是你的 但是我覺得那是靈異事件 因為我完全不記得有發生過一夜情 可是他拿內褲的時候 那個內褲並沒有穿透喔 是真的拿起來的 那就是一個人的內褲啊 所以這個很爛對不對 很爛 還有一個也很爛 哪一個 死之前 你看看過的就是人形的鬼 不怎麼樣 我看過的是狗欸 狗鬼 狗的 狗的靈魂欸 誰要聽狗的鬼故事啊 所以狗鬼也會壓床嗎 狗鬼不會壓床 我不想聊這個話題 對 狗鬼是狗鬼應該說會的嘴巴露出來 不好意思喔 所以 不會不會 我還看過暴龍的鬼 然後那個齊薇那個故事喔 好 我講一點點 妳等一下再補救 所以我那個是不是就不要講 沒有 妳可以講啊 因為 太爛了是不是 因為很爛 所以妳等一下可以講 然後大家平平理說爛不爛 但是我還以為那個是 所有裡頭最恐怖的 怎麼可怕 就打算第一個要講 所以醫院真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可怕花花的照片的 可是我沒有看到 就是他們說他們已經刪掉了 OK 對 我就很害怕 所以趙哥妳拍了那麼多東西 從來沒有在畫面裡面 出現過多一個影子或什麼 窗簾外面有人 這類東西 沒有 好看喔 對 是沒有遇到過 剪接的時候也沒有聽到怪聲音 什麼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鬼 然後人也殺在後面抽一 今天主題不是我 今天主題是鬼 好 歡迎趙靖茗現在上午餐 來 麻煩妳 麻煩妳 請 會讓趙哥害怕的耶 真的耶 好難喔 話說喔 就民國95年 差不多也是這個時間 因為是有東北氣候的這個影響關係 是 台北基本上容易這樣子英語 天氣用英語 那我們那時候在友台拍了一部戲 但是我們一直就是第一集的片頭 沒辦法拍 沒辦法拍原因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 風和日日以一個大太陽的天氣 去拍那樣一個大場面的Open 中部以南天氣都好的 北部都是英語 降雨率呢 北部大概都有60 70 中部呢大概只有30 40 幹嘛一直分析天氣啊 氣象爆爆 那臉我不是有都沒問題 你不在後面喔 會 到時候會Key上 你自己氣象爆爆 你不在那邊嗎 我們老闆 庇話連篇 這個要醞釀情緒耶 是… 我直接跳那重點講 我也覺得怪 對…對不起對不起 他不懂事 錄那麼長可以剪掉 反正現在今天錄最後一集時間 大家錄到12點沒關係啊 不要生氣對不起 好 我意思就是說 降雨率 對 好啦 我就開車下去 但是我只能一個人下去 到了晚上以後 我台中基本上人生地不熟 我就用我的衛星導航 就輸入一個賓館 就離我最近的賓館或飯店 那當然我們比較沒有什麼預算 就住賓館 那個妹獎就出來 很好心勾夾 啊 沒有關係… 這紅線可以停 我會把妳看著 不會被拖掉 我記得我按電梯 一進去就開始不對勁 怎麼可能 非常慢的上去 而且那電梯會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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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知道有問題了 跟沒辦法電梯門一打開 因為它是老賓館 所以那個地是 鮮紅的那個地毯 兩邊的牆壁全部是那種黃顏色 斑駁那種壁紙 嗯 我就走 那燈光 很亮喔 不是暗頭 是亮的 我就要走走走 走到要進我右手邊的這間房間之前 我看我的左手這間是亮的 而且是有聲音的 門是開的 我正要走過去想去看一看好奇心 其實我已經有點怪怪的 我這間的房間呢 電話聲響了 喔 我在想是不是內獎要找我 嗯 我就鑰匙打開 對 通常賓館啊 或者是飯店還是什麼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門一打開 不管你開右邊開左邊 這一邊絕對是廁所 對 我一開了以後 不是風 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一個很綿密的一個 厚實的一個氣體吧 就從我的頭這樣整個蓋下 蓋下 我整個是麻的 然後我的頭是低的 已經上不來 有一股風灌下去 應該不是風 我因為我感覺不到風 我只知道說有個東西靠著我 是要被燙破爹嗎 我自己也知道我不能再走 再走我會出事情 我就關門要往這邊走 我沒想到我手居然沒有力量 我關不上去 我那門是鎖不上去的 我就頭慢慢低的往那邊走 我就聽到那個門 因為沒關好 往後退還是往前進 我也不知道 就那個生鏽的聲音 我那個時候走三步 那整個腳是麻的 是涼的 好可怕 我不敢跑 太可怕 因為我怕鬼發生了 我已經知道他 他還是維持鎮定的用手 對… 那慢慢走 走到電梯那邊再按 再進去 再轉身過來 下了電梯 你還坐電梯 我也不敢走樓梯啊 我當然要從山樓 趕快再坐電梯走 不然我怎麼走 那邊我不熟啊 我也不知道安全帝什麼 都不知道在哪裡 電梯門一打開 我一看我的臉 什麼不像是我自己的臉 是非常憔悴的臉 我知道那是我 但是那個臉已經不對勁 就是黑黑那樣嗎 就非常疲態的一個臉 那因為我的身體是拱下來的 一直撐不起來 你是背上有再一個人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去賓館 我要退鑰匙給他 退房 對啊 順便要拿錢走 我還沒講話 因為我講不出話來 他先主動講 那少年你看不小心 沒辦法說換一件給你 好嗎 還換 我就跟他搖搖手 對 他也很聰明就一千塊給我 我拿了就走 我畫一遍這樣 我一上車以後 我有史以來 我這一生第一次 第一次 上車會自己開始唸金 唸 我從來沒有這樣過 到今天為止 我開車從來沒有這樣過 那一天一上車就 居然開始這樣唸 唸到我找了下一間的賓館 感覺還不錯的 比較好一點的 去Check in了以後 上去房間裡以後 馬上切那個宗教頻道 切宗教頻道是有法師啊 或者和尚念經的喔 不是講經喔 講經都沒有用 要一直念那種佛經的 我才敢稍微鬆懈一點 那那個時候我才想到說 哎呀 我有朋友懂這個東西 我問他我怎麼了 對 我馬上打電話給我台北朋友 我朋友說 我說妳應該是 撞到我 我說那怎麼辦 我現在 也沒辦法睡 我明天六七點又要起來 會有問題 對 他說沒關係 妳打電話 想辦法找一個女的 來跟妳配一下 應該就 妳就是想怪不得了 妳可以找一個女的 打個部長 剛剛都會找一個女的 妳是因為我講完 妳聽我講 她喝酒喝多 臉色變差也怪鬼 然後 她說要找一個生肖 她說要最好是找那個女的身材 是屬兔 可以化掉 妳就是幫自己 沒有沒有 幫我錢找女人找藉口是不是 後來我沒有找 我不可能嘛 怎麼可能去找 趙哥有屬兔耶 所以那條內褲 那條內褲是她是不是 小胖的 現在對起來了嗎 聽我講 對不起 問題怎麼可能嘛 人家進來報道 欸 我屬兔還是屬龍 不可能啊 然後女孩子來著 所以我就沒有 我就看到樓下 有那種24小時按腳的 我想說因為我真的不舒服 我想去按腳 找一個男的師傅幫我按 按不到兩分鐘我就睡了 睡著了以後 他會把我叫起來 先生時間到了 起來了 那時候已經差不多凌晨 快一點 我就拖得很疲累的身體 又再上去 繼續一直撐到大概四五點 真的受不了 睡了 然後大概五六點 那個台北那邊電話打過來 問我這邊天氣怎麼樣 我看一看 哇 出太陽 我說台北呢 下雨 好 那就整個劇組 全部拉到台中開 到了現場 我就跟演員講 我昨天遇鬼在哪個賓館 沒有人相信 人家還說 所以故事是已經結束了是不是 是…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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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在 對啊 劇組都已經見了面 拍又拍戲了 趙哥 趙哥故事沒有Ending耶 怎麼會沒有Ending 因為你如果真的找到一個 屬兔的女生那也就罷了 我沒有找啊 那捏 那好歹捏腳師傅 也應該屬兔才行啊 你故事眉頭眉尾啊 怎麼會眉頭眉尾 故事沒有化解啊 你就只靠一個念經的頻道 而且你最後也沒有怎麼樣啊 你如果真的要聽我這樣講後面啊 那有得講喔 真的嗎 我後來回台北 呃 那個朋友就講 不要直接回家 他怕那個女的還跟著 不知道是鬼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女都不知道 他說你先去最大的饒河夜市 晃一下 為什麼 他說饒河夜市 就是人多熱鬧的地方最好 他會衝散 這第一點 還有一點 去Savie 11便利商店 你把 另外一個就是 你就到廟裡了 你以後我怎麼會賺專業的廟啊 不是啊 他這樣跟我講啊 把鬼叮起來喔 我也不知道 他說就把冰箱門打開最好 後來還有一個就是要去廟裡面 所以剛好 去饒河夜市旁邊有一個廟 很大的一個廟 廟旁邊還有一個7-11 這個是我三個都做 我就很開心的回家 他 他直接把故事拖長 對 可是很爛的喔 很爛喔 阿布超可怕鬼故事 CD嚇到喊卡不敢錄啦 所以說要早起 所以我通常都會把創業拉上 結果看到了一個白色的影子 看到了那一瞬間啊 我感覺我被鬼壓了 我看到那個女鬼在床外這樣 啊 啊 是不要想辦法翻身的時候 我就是身體突然被這樣 打打打打打 不要再講了啦 所以他一直在講 所以我們不要錄好了 哈哈哈哈 你後來有遇過比這更厲害的事嗎 呃 如果你們這樣講 我認為這最恐怖的 這最恐怖啦 沒有啦 沒有啦 後面的小子王 對不起 趙哥請坐 請坐 沒有啦 沒有啦 趙哥不是家的電視 自動開關的那個啊 請坐 他不想嗆啦 我把電視講 他把他想 氣死我 氣到我了啦 面子… 加油的問題 加油 真的看到的啦 要遇到真的看到的 是這樣子啦 因為我最近搬的房子 在那個什麼那一帶喔 就 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習慣拿遙控器 是 有的時候看看就睡著 睡著的時候 我認為我有關了電視 但是 凌晨三四點以後 就會醒來 被電視的聲音吵起來 我就在想 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在想是不是手上有壓遙控器 隔一天我就想說 那我繼續再這樣說的話 我把遙控器 確定很累囉 看到很累了 關掉 擺在那個化妝 書桌那個上面對不對 晚上的三十點 電視還是亮的 我那時候覺得奇怪了 那時候就不大敢睡了 我說奇怪 我的遙控器放那邊 這是在你家嗎 對… 現在你住的這個家耶 對… 所以它現在還是持續 凌晨三四點會開嗎 後來呢 我就再更確定說 那這一次隔一天 我就把電視機的插頭給拔掉 應該沒事了吧 你犯大忌耶 這更可怕 萬一又開了 我應該拔掉了 對 結果當天晚上 你去死一下 你冷靜一點… 哇 你被刷 你冷靜一點 OK啦… 換我弄到你 下台被你下台 有 有經手到喔 有經手到 因為如果插頭拔掉 電視還亮話 那就厲害了 我挑就該翻出去 他會不會幹嘛 對不對 就這個 你下台好不好 因為你這樣子幹嘛 辛苦你…不好意思 OK啦… 上次有一個東南亞的鬼片 就是說他 那個 拍拍立得的相機 然後每拍一張就出來 就是會 他偶爾會發現 裡面有那個人的影子 只有他 後來他知道 他在房間裡 他就拿那個拍立得 到每個角落拍 然後… 然後每一張上面 都沒有那個人的影子 他就想說奇怪 他明明感覺到 他在房間裡為什麼拍不到 他就把那個拍立得 往桌上一放 放的時候 他就按到了一下 就… 就出來一張 就出來一張 就拍到他自己在鏡頭裡面 然後那女的就騎在她的房間 那有幫你補償一下嗎 你很欠耶 你很欠耶 我覺得今天這集播出之後 可能會有那個氣象報告 請他去報告氣象 因為最近天氣好精緻喔 對 好 那接下來那個 阿布你是因為外景才遇到 所以你在外景節目之前 是沒有遇過這種事 對不對 其實在之前有 那是… 但是是出國玩的 好 先上台 怎麼辦 萬一他覺得最恐怖的 就很爛 對 趙哥那個你都忍過去了 這個忍過去 趙哥算剛才來就會短命 是不是 我這樣也不會來康慎 不要叫你講了好幾次 好啦… 趙哥 趙哥學著點啦 講鬼故事要這樣子好不好 唉唷 你不要命喔 阿布 你昨天在武林大道 跳舞還輸我喔 不要跳 但我跳得比你好 好了 我們來講鬼故事了 好 認真了 加油… 其實這是呢 到一個不是泰國的一個東南亞國家 那這個東南亞國家呢 他華人非常的多 然後那時候我們住進了一間飯店 那間飯店是 就是sponsor我們攝影隊進去住的 是 他的飯店樓層有12樓 那時候我的房間 剛好給我配到12樓去 好的 那一天晚上呢 我睡在12樓 我們那個房間是這樣子 就跟剛剛趙哥講的一樣 一進去門打開 右邊是廁所 左邊有一個像mini bar這樣的 然後再走進去就是床 走到底呢 是一個超大的那種玻璃 落地玻璃 因為我晚上睡覺要早起 所以我通常不會把那個窗簾拉上 那天晚上呢 我在那邊看電視 看一看呢 剛好有台灣的頻道 然後那個台灣呢 也是談話性節目 就在講鬼故事 然後我那天看一看之後 我就很毛你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把電視關掉 我就睡 就那種感覺就有點奇怪 怎麼有點輾轉難眠 我躺了一會兒 我就聽到外面 外面喔 窗戶那個方向 聽到 你說有人敲窗戶嗎 但它不像 它像是那種項鍊的小墜子 敲到硬的東西那種聲音 然後呢 我就 其實我一開始不敢張開眼睛 然後過了一回我想說 你知道人都會有那種感覺 對 我想說我張開眼睛 稍微瞄一下好了 結果我看到一個 白色的影子晃過來了 在窗外 真的 在窗外 在它晃過 我看到的那一瞬間啊 我 感覺我被鬼壓了 我以前常常有被壓的經驗 但是我一直以為那是因為很累的關係 我甚至在白天也被壓過 所以我也不以為意 我覺得好不好 眼睛閉上就 應該不是 可能我看錯了 有點模糊 意識模糊 然後當我想轉側面的時候就 我也動不了 然後我眼睛就不自覺又張開了一次 就這樣掉進來 你說到跑進窗戶裡面來 對 從窗外進到屋內 我這樣一看的時候 它是一個動作這樣 啪 這樣進來的 有進去嗎 我眼睛馬上閉上 我只看到一個動作這樣 所以她 不要再講了啦 所以她一直這樣 不要弄我了 不要弄我了 這是什麼效果啦 我跟你講 所以她一直在窗外 她一直在窗外等你看她 她才要表演這個進來的動作 對 她可能是想表演吧 你要take她 我不知道 可是那時候我的感覺是整個瘋掉了 因為 她撲進來以後去哪裡了 我眼睛閉上了 那時候第一個直覺就是 先跟她講話 就是拜託你我只是注意完而已 講出來嗎 對 講中文嗎 心裡一直念 然後罵髒話什麼 跟人家好好講 幹嘛罵髒話 沒有 因為有些人情急 最愛會罵髒話 罵髒話不是趙哥專屬嗎 可是這 真的有人這樣說嗎 遇到那種東西罵髒話 你當時遇到那個氣壓的時候 人啊 人啊 工作人員啊 趙哥你 幹嘛這樣走過去也嚇死人啊 要不然要跟你打招 不是他用飛的嗎 走他用飛的 為什麼你當時遇到那個 重壓你不罵髒話 你不是很會罵嗎 不行不行 最好不要幹這種事 念心最好 鬼就怕佛經啊 或者什麼聖母瑪利亞 什麼都可以講 不要罵髒話 就是不要亂罵髒話 我知道是這樣子 所以你當時罵髒話 結果怎麼樣 後來我眼睛閉上 就是一直試圖要 想辦法翻身的時候 我就是身體突然被這樣 那時候就是 是這樣子啦 就好比說 他這樣子 就好像有一個人 一直在扯我的感覺 是左右晃 怎麼可能是真的不行 不是 真的 這是真的 那時候我整個人這樣一直晃 我眼睛閉上 閉上 我沒有 我不敢看 我不敢看 真的 後來 後來就是 當這個動作停止了之後 我後來就是能動了 我趕快衝出去外面 然後找其他工作人員 我就說 這房子有問題 這旅館有問題 然後我一定要去問清楚 或是幫我換房間怎麼樣 最後就是 那一個華人 隔了一天了啦 隔了一天 他說那個房間 曾經有 就是一對情侶住過 然後 他們住的那一晚 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女的抓到那個女的外遇 結果 結果最後 他殺了那個男之後 他跑到頂樓去上吊 但他要上吊的方式是 拿繩子綁住自己 然後綁在頂樓 他就往樓下跳 所以 所以他們說 所以他撞到窗外 他說他的 他說他的那個東西 好有畫面喔 好厲害喔 哎呦 卡卡卡卡卡 怎麼樣 太可怕了啦 那跟人家不可怕 話話姐來聊一下書場好了 林奇威當場召喚女鬼 跟著全場來冰鬼一家啦 在一個 天氣非常陰冷的夜晚 是 小侄子來到我家裡玩 女鬼怕不怕 我說 哎呦鬼有什麼好怕的 關鍵句就在這一句 一個女生 從 從門 穿過來 他說 聽說妳不怕鬼 所以我來給妳看 發誓 真的 那個女鬼女鬼 晚上記得去找他們 不是 你必須要證明這件事是真的 哇 妳好狠喔 哇 妳發火喔 妳這樣對我們 妳這樣對我們 妳失去人了妳 我要請我動家 在這段裡面流連不去的 就是 尤其是這種自殺或是他殺冤死 或是猝死的這種人 他的靈魂如果沒有得到超度 所以他會一直在那邊晃來晃去 對 就所謂的地腹靈 就被那個地方綁住地腹靈 那如果妳就是說無視於他 就讓他一直在窗外撞進來 撞進來一直 那也很沒禮貌嘛 沒有 他要經驗在晃 你也不跟他有一點回應 你只想要嚇到啊 假裝看不到嗎 對 假裝看不到 真的真的 就越性能他會越會靠近 因為你性 所以你如果越害怕 就會越會逼近你嗎 對 就好像說 男生幾乎不買化妝品嘛 所以沒有人會找我們推銷化妝品 他會找女生推銷 一樣意思 所以妳 妳在旅館都不願意一個人住嗎 我不願意 為什麼 我怕鬼 可是妳又沒有遇 妳在旅館沒有遇過妳為什麼 我有遇過啊 小時候 妳只有遇過那個電視機 自己打開那個啊 不是 我是遇過以前 我在家裡面洗一碗洗得好好的喔 妳要上台嗎 不用 因為很短 洗得很短 洗得好好的時候 突然就莫名其妙 有一個人在我耳邊這樣 蛤 妳媽媽 不是 我Check光 因為我就立刻這樣一個轉身 空的 然後我就好害怕 就趕快跑去那個客廳 好爛 你還有臉罵趙哥 對 妳的比我還爛 可是我那是真的 他那裡還有一些氣象細節在裡面 他只是講得不好 這個很恐怖耶 我聽到那個聲音 他那什麼都沒有耶 沒有 今天有一個來賓是有聽到 好像坐電梯的時候 是你嗎 對 所以你在電梯裡遇到什麼事 是醫院嗎 在醫院的時候 你要不要把台子移過來算了 沒關係 你就坐著講吧 OK 好 那個是 那個是兩年多前 我去醫院探病發生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工作剛好到很晚 幾點 跟我朋友 大概是十點多 差不多十一點多了 晚上十一點多 然後我收工 然後我朋友車禍 他住在醫院裡面 住了好幾天 結果那天我到了 台北市一家很大的醫院 我就進了電梯 那時候已經外面的櫃台 其實有很多大廳的燈 其實都按了 對 我就要按五樓 結果我一按五樓的時候呢 三樓亮 三樓突然跟著亮 我確定我是按五樓 可是兩個一起亮 就想說這電梯怎麼 我還傻傻了 我想說那個三樓是不是 可以把它取消掉 你知道 就是因為你明知道沒有人 再多按兩邊會取消 電梯沒有人 有一些電梯可以 我再按一次就會沒有 我是在把它取消掉的時候 對 取消掉的時候 六樓跟七樓都亮 後來我就馬上聽到一個聲音 就說 我要上樓 旁邊有人 沒有人啊 中文 對啊 說我要上樓 他是那種很 他是那種 那種好像是很 很重低音 那種bass的聲音 那種 砰這樣 傳進我的耳朵裡 好可怕 然後五樓一開 我就馬上衝出去了 後來 後來我有聽醫院的朋友講 因為那時候是七月 因為他說七月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那個 往生間是在地下室 還是怎麼樣 他說有一些 要搭電梯 要搭電梯 要下樓到那個 還有 他要上來接他們這樣子 所以他們會在晚上的時候 就是上下樓 電梯會自動 沒有人的時候 會自己這樣上下樓 所以你看過鬼 你也聽過鬼耶 對 好厲害 憲慕什麼 沒什麼好憲 這樣夠了 這樣夠了 電梯是一個奇特的空間 不是 醫院 因為醫院是生門也是死門 有人生有人死 就是在那邊交接 所以有人真的不願意去探病 就是不願意進出醫院 沒錯沒錯沒錯 對 特別是急診室 我覺得緩衝一下好了 換一個比較不可怕的 好 聽那個齊薇的 齊薇的很爛 不 這樣要怎麼上台啊 這樣子啊 這樣要怎麼講啊 這樣會激發他的鬥志啊 我決定換一個 真的嗎 加油加油 你那個蟑螂的很爛耶 要不要講那個 蟑螂有鬼 蟑螂那個你先講蟑螂 你一點都不恐怖 那糟痛 好 現場的各位來賓 各位觀眾 快一點啦 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個真實事件 OK 而且讓我畢生難忘 好 在一個 天氣非常陰冷的夜晚 是 小侄子來到我家裡玩 幾歲 幼稚園 我們玩得很開心的時候 小侄子突然看到一隻蟑螂 在那邊怕怕怕怕 他開始尖叫 對 尖叫的時候他就說 姑姑 我好怕我好怕 然後我就說 蟑螂有什麼好怕的 你男孩子不可以怕這種東西啊 是 然後小侄子就說 蛤 姑姑你好厲害喔 蟑螂也不怕 那你到底怕什麼 你鬼怕不怕 我說 哎唷 鬼有什麼好怕的 關鍵句就在這一句 是 鬼有什麼好怕的 有有 會幫你上紅線沒有關係 於是呢 小侄子就回家睡覺了 這時候我也上床睡覺了 然後呢睡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發現 奇怪 我的眼睛不是張開的 但是我卻是可以看到 房間裡頭的景象 而且開始就是 家具有點浮動 然後就發現我開始不能動了 這時候呢 眼睛想要用力張開 又沒有辦法張開 但是我的靈魂 卻是可以跑到房間的上空 可以看到整個房間的景象 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是什麼樣的噩夢 結果在這個時候呢 我的靈魂又回去了 但是很奇怪 我的眼睛卻是可以看到 右邊就是很明顯 一個女生 從門穿過來 那當然你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感覺有人穿過來 你就想確定說到底是不是鬼 是 所以又要睜開眼睛 但是 又睜不開 但是卻是看得到 我就檢查她的腳 發現她是浮在半空中的 而且她的容貌我非常清楚 就記得很清楚 她穿著白色的洋裝 那種很飄逸的 她的眼睛是不會扎的 然後也不會有任何表情 不過她開始說話了 她說 聽說你不怕鬼 所以我來給你看一下 爛不爛 爛喔 爛斃了吧 怎麼那麼不可怕 真的嗎 真的嗎 感覺好假 你會不會講 那 那 生氣了啊 就這樣啊 沒有啊 就這樣 她有啊 她還有講一句啦 她說 沒事 那我走了 更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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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很可怕 你還不如 你還不如講說半夜穿 有一個蟑螂是白色透明的 然後也沒一點掉下去 聽說你不怕蟑螂 我來給你看一下 啊 所以你們要想像說就 我就是要講下一個 你沒有機會了 她這個調戲得還不錯 妳說十幾歲的時候發生對不對 十七 所以那時候是在吸毒 這就是安眠藥啊 發誓 真的 不信 叫她來 對 叫她來求勝一下 有啊 好不好 那個女鬼女鬼 晚上記得去找她們 妳必須要證明這件事是真的 哇 妳好狠喔 哇 妳發誇 妳這樣對我們 妳是人啊 妳 我要找我跟妳家的朋友來找妳 她可怕喔 來 就要來找我 妳不怕嗎 我不怕 就要來找我 所以我上次聽到一個人講的那個 他表演的特質也滿精采的 什麼 他說他在醫院裡 就是出車禍就躺在那個急診室的 床上 結果後來蓮子掀開 他看到對面床上躺了一個人 可是那個人呢 形成一個L字形 頭是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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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人一般躺不是都是這樣躺嗎 可是他是躺到 他的臉是完全形成一個90度的那樣 有可能 這是有可能的 可以啊 是可以的 當然是可以 做不到 他是一個身體直的 對 他是一個非常直角的 對 直角的 然後蓮子就起來 所以他就只看到那一眼 他就嚇壞了 這個很可怕耶 很有畫面對不對 很棒這個 我問你們 如果你們的手機裡不是都會寫說 趙正平幾號 然後高山峰幾號 對 那如果這個朋友過世了 你們會選擇把這個號碼刪掉嗎 當然喔 萬一想了 然後是他的名字顯示的話 搞不好是他的家裡就 是 有可能 對 你幹嘛講話那麼實在啊 我們大家想可怕一下不行 是不是 可怕你又在那邊吃雞歪歪 可怕你又在那邊回歪鬼叫 他要求很大 真矛盾 文明兄你有跟過世的人講電話 對 跟過世人講過一次電話 然後跟過世人聊過一次電話 他為什麼打給你 打電話不是打給我 是我們有一次出一個靈異的節目 在高雄一個被火燒的一個飯店 電話線爛掉了 電話還在 然後把兩個電話線拿起來 一個電源嘛 一個是電話那個Line 你看電話線還在 好可怕 跑 你不要跑 我把攝影師一把拉開 電話線 老實說我當時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對 喂 你幫我找楊小姐 我愣了你知道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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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 我姓陳 我 我死在這個房間裡 講那麼明白 麻煩你跟楊小姐說 我對不起她 我喝太多酒 所以常常沒有照顧家 如果有下一輩子 我會好好當她的丈夫 然後我說 我聽到這邊我就比較 比較能夠平靜 好可憐喔 對 我就比較能夠平靜 我說 那你 那你可以給我電話嗎 對 他就真的給我一個行動電話 真的假的 所以我三三的開頭 我就叫 工作人員操鈴聲 操完 然後她講完說 謝謝 就沒聲音了 打給楊小姐 我說打打看 當時是凌晨三點多 凌晨三點多 然後我就打手機 我就把那個事情 把這個內容跟她講 對 講完這女兒就開始哭了 對 講完就開始哭 我說怎麼回事啊 她說沒有啦 她說她先生 就是酗酒 酗酒 然後在家也不是打老婆 就是打小孩 有一次就 然後常常喝了酒就不回家 幾天不回家都有可能 她說她那天就是 喝了酒 然後沒有回家 被朋友 扛到那家飯店去睡 後來火災 她就燒死 有喜有悲耶 對啊 因為就 也有一點教育在裡面啊 真的嗎 對啊 少喝酒 然後要護家人 貪稱玩者 對 花花扮鬼草皮疹 連阿飄也誤以為是同伴啦 我有一些朋友來我們家找 他們就說欸好無聊 那我來嚇他們好了 我說好啊 那我們玩的時候 他說那花花你就扮鬼 反正你就很像鬼啊 沒有化妝都很像鬼 眼睛都蠻像的 對啊好像 他們就幫我用手機拍照 然後叫我就是這樣子頭很低 然後眼睛這樣動 哇 哇你好像喔 過了兩天呢 結果我就接到一個電話 喔好可怕 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就想說要搬出來 因為之前都一直住在父母親的家裡 然後父母親都覺得我半夜都很吵啊 每天一直講電話 所以他們叫我希望就是把我趕走了 對 然後所以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找幾個室友一起 就是出來合租個房子 那我就有找到兩個男生 然後這兩個男生都是 都是我們公司的同事 然後那兩個男生也有女朋友 也都是我們公司的同事 然後說欸 那我們大家都可以住在一起 就和樂榮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們就找 就找到一間 差不多六十坪 就很大很大你知道嗎 然後而且 他的房租只有一萬九 所以我們說天啊 我們覺得真的太棒了 台北市嗎 在台北市 而且就是在富洋街那邊 然後我想說天啊 就撿到便宜啊 話不說我們就想 就決定就簽約 然後我們就搬進去 可是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個房子就很大 可是他的客廳的中間 有個很大的柱子 就很奇怪 我覺得那個 那格局就很怪 可是我想說 我是第一次想要搬出去 所以內心就很興奮 所以也沒有想這麼多 然後就開始住 我記得那時候是夏天 差不多八月份的時候 然後可是我就常常都會睡不好 然後也會做夢 常常會 就都不能動 就是所謂的被壓 可是慢慢慢慢就很奇怪 就常常會遇到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 另外兩個室友的其中一個室友 他是台中人 然後所以呢 他們就有一群朋友來我們家找我們 然後 他們就說 欸好無聊 那我們來嚇他們好了 我說好啊 那我們玩什麼 他說 那後來你就扮鬼 反正你就很像鬼 沒有化妝之後很像鬼 對啊 好像喔 對啊 沒有化妝之後更像 然後就穿那個睡衣啊 是啊 妳要看嗎 我怕妳會嚇到 對不起 扮鬼嚇台中來的朋友 對 因為那時候是晚上 他們是三四點的時候到台北 然後他說話我跟妳講喔 妳就站在這邊 然後等他們進來 然後我就在那邊都不要動就對了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就站 然後就上來 他們就真的被嚇到 怎麼有人玩這麼幼稚的東西啊 他們就幫我用手機拍照 然後叫我就是這樣子頭很低 然後眼睛這樣睜開段這樣子 就那種 哇 妳好像喔 然後他們就一直幫我拍 然後我們也玩得很開心 然後隔天他們就回台中了 然後過了兩天呢 結果我就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他們說 他們真的拍到 他們說妳們住那邊還好嗎 我們 他說妳知道嗎 他說在妳的頭的右上方 出現了一個人臉 然後是 然後穿了古裝的衣服 然後有一個頭 然後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的臉是很像骷髏頭 然後嘴巴是在微笑 可是笑起來 然後水餃是裂到太陽去 對 反正就很可怕 我說真在家的 我說那你們照片傳來 可是他們說他們為什麼刪掉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想說那到底是真是假 我就跟我那兩個室友講 我那兩個室友就一直安慰 我說沒有事情 他故事的高潮已經過了喔 大家可以放鬆一點了是不是 後面就沒了 後來有一天呢 我是真的發現 我是真的發現 是有 我們公司有同事來我們家打麻將 然後因為我不會打麻將 我去房間就看書 看看我就睡著 那因為我常被壓 所以我在那個家裡 我睡覺都是撤睡 我記得我手還是這樣子 然後突然我有一股壓力過來了 然後我就不能動了 可是你知道撤睡 不太可能是不能動的 對 然後我就一直很害怕 然後我就 其實頭是可以動的 然後我就頭轉過來 然後發現我眼睛可以張開 但身體不能動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我房間門口有一個 人的形狀 但是我就有看到上半身 對 然後那個人是穿一個 卡其色的衣服 然後戴紅色的帽子 可是我臉看不清楚 然後咧 然後我就看著他 然後他就把眼睛穿過來 然後快要靠近我說 我眼睛就閉起來 然後我就可以動 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喘電嗎 你們在喘電嗎 可是這個故事講 一半無精針 泡杯茶可以嗎 卡其色 怎麼會有那麼難聽的故事啊 這真的很可怕耶 為什麼女生都不會講 很不煩啊 這故事 而且卡其色被紅帽子 這什麼造型啊就是這樣 我求求你們讓我講嗎 你錄完再講我不會的 我求求你們嘛 拜託你們有禮貌一點 好 讓花花講完 好 我在這邊講 然後後來我去找老師 我真的受不了 我去找老師 然後老師就 他是開天眼的那種 你只要跟他講第一次 他眼睛閉起來 他就可以看到 他說你們家怎麼這麼熱鬧啊 有七個人啊 可是這七個都不是人 都就是鬼 然後他說 是有六個女生 一個男生 妳看吧 結果妳不要講吧 越講越尷尬 真的還假的 對啊 沒了是不是 講完啦 講完 講完後來我就搬出去了 講完了 他給我滾 連臉一起 上台 上台 你講那個就是你知道的腳 加油 腳印的很可怕 藍亮的光山風 他怎麼穿幾亮片衣 對啊 布林圓 我曾經養過一隻狗 你剛好一直給那個狗嗎 我是小屁 你是他的狗 很難得站上來耶 我等了很久 你有那麼多爛的鬼故事 為什麼我不能講 我想講的 冷靜… 請講… 我要講 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住到一個飯店 那個飯店 那個房間呢是 大家現在如果出國旅遊住 看到那個房間一定會立刻想要換房間 因為它是很爛的一個地理位置 它遇到露衝 它是那個T字形的頂端 它除了是露衝之外 我一打開房門 遠遠的看見對面呢 又是公用廁所 OK 但是那時候是工作沒有辦法 我走進那個梳妝台 就是大床前面的梳妝台 想照一下鏡子 啪 關起來 感覺奇怪 好 那我就到洗手間去 你說房間的燈自動關掉了 對 房間的燈就自動關掉 我想說那可能接觸不良啊什麼的 我一離開那個梳妝鏡 燈又亮了 那我就想說好 OK 那我如果再去做一件 再重複做一次這個事情的話 那會怎麼樣 啪 又關了 所以是感應式的燈嗎 對 有可能 浴室開始傳出抽水馬桶 在沖水的聲音 睡到一半的時候呢 奇怪 我睡右邊怎麼 左邊的床沉得下去 那我想要翻身去看看 左邊到底是 誰上了我的床的時候呢 我被 壓住不動了 OK 我想要花上 很累 糟糕 我想知道到底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 後來呢就是 我用國馬 我是用國馬 然後呢 好不容易眼皮可以睜開了 一睜開的時候 我的眼睛是 看著天花板的 視線在那裡 像是長了 頭髮的 椰子殼的東西 在那邊飄動 一團朦朧的樣子 但是像是一顆頭 浮在天花板看你 最後呢 不曉得僵持了多久 終於 我身體可以動了 我翻過去 我的左手邊一看 原本那個 擺在雙人床上面的兩個 白色枕頭 現在在 沒有睡覺的那顆枕頭上面 出現了兩個 黑色的男人腳印 他是踩在枕頭上 然後 投在天花板 投在天花板 往下看 好恐怖 OK 那 怎麼會那麼高 是鬼啊 也不一定啦 搞不好是那天他累了 叫那個 按摩師來泰國的那個 他踩一踩 他都忘記開了 喝包了 喝包了 人家來踩啊 而且鬼都是沒有腳印耶 趙哥的詮釋非常好 可能會有腳印 真要這個台商不被惡搞一下 是不行 趙哥講得很有道理耶 真的 結束了 對 就按完磨舒服了 很好很好 我問溫暖的故事 溫暖的故事 那這個也有恐怖吧 這個還不錯 對 我覺得這個還滿可怕的 可是趙哥下的Ending很不錯 沒有沒有 溫暖的Ending 你那個Ending一下就不可怕啦 很好 就溫暖了 OK啦 怎麼辦 所以今天很明顯的勝負耶 今天阿布太可怕了 所以阿布應該可以 往鬼故事界發展 阿布可以啊 阿布真的可以 其實高昇峰今天表現得不錯耶 真的嗎 對啊 他通常講什麼都很爛 今天他一講真的還不錯 說不意了 對 真的很爛 可是他Ending不夠有一個什麼爆點啊 比方他剛剛說 椰子殼 可是他們有頭髮 我們就應該見說 那頭髮這樣子嗎 叫做人頭 對 人頭啊 而且他那個形容不好 他應該就形容說 我頭一台 然後看到上面 有一堆頭髮 一個人的臉 但是沒有五官 一堆頭髮就很可怕了耶 所以有些 就你不要往直 你們憑什麼串改我的鬼故事 那是我遇到的好不好 就不要往植物方面發展 我們讓你進步也不好啊 然後你覺得比較可以不要再往 鬼故事界發展的是 呃 覺得那個啦 齊威 什麼 林齊威我是建議 你應該回航空界吧 原來一圈也不用混了嗎 齊威 我跟你講 你其實有一個很好的 空中小姐的那個休息室的故事 下一次告訴我們 下一次嗎 對 妳練好了下一次來講 你現在是騙她吧 她應該沒有下一次通過 有啦 會有的 其他兩個都超恐怖的 下一次再麻將妳來 那妳為什麼不去偏講啊 對啊 她在頭髮跟著我講那個好笑的 好 所以下一次來講囉 但是我覺得我那比花花好 等一下 妳幹嘛一直在對我 我跟妳講 我也有一個很好的 妳是沒有跟妳講錯 她那個是假照片 我是正常 你們錄完電影 然後咖啡再講一講好不好 怎麼慢慢喘 正哥吧 好 辛苦大家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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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